他又站我的位子 雞巴 那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 正頓節目會出現的髮型 沒有他介紹髮型就是邱薇姊啊 對啊 這是土中華 土中華 本來就不是小歐是不是 他說他的直播在缺梗 在找梗 對我在缺梗 正好我爛梗很多 我就花500 讓他花500塊買我一個梗 你都說爛梗你還賣到500塊 我都不知道這梗好不好 我怎麼買 我問你 1跟0哪個比較大 1跟0哪個比較大 當然是1 1啊 對啊 你是完全想不出來 跟我有一個爛梗 那當然是110啊 我為什麼要花500塊錢買 不然你想不到啊 你今天直播是空白 你又 哈哈哈哈 他今天是誰幫我 哈囉大家好我是瓜奇 我們現在已經是1V91了 為什麼講話你這樣子 沒有梗 沒有梗 有沒有內容嗎 欸怎麼辦 我覺得 我覺得他現在 他現在拍廢片 比他今天早上跟我拍正片 還要來得有活力 怎麼會這樣子 好啦有沒有要買 我跟你說 我可不可以講 如果我沒講的話就不用付 如果我講了就付 欸還有這樣的 他媽 他今天要跟我買梗 然後他說他如果沒有講出來的話就不付錢 會這樣有這樣的 對啊 廣告 廣告不是 廣告是誰付錢 廣告不管怎樣 有沒有笑在說對不對 對沒有 廣告 你要給我比方一下嘛 你給我一個preview 一個preview 一個小preview 好我跟你講啊 剛剛差點 要賣給阿翰 阿翰有要買嗎 我還沒跟他講 哈哈 那以後 差點賣給他 你覺得阿翰會買 阿翰為什麼會買 因為他很適合這個梗 很適合做一個小短劇 那我呢 所以我要在人生晚常直播上面演一個小短劇給他看 沒有你可以一直講 一直講 你可以一直無限延伸 我賣的是一個概念 而且 而且我 我弄 我在直播 欸搞不好可以 我弄兩個鏡頭 然後兩個鏡位 然後我就 自己在那邊演一演 我從來沒有人在直播上做過這種梗欸 沒有 好炫喔 我又多賣你一個 這就是我前面的 欸欸欸欸等一下 前面給你一個小的 我在送的 我也後悔老闆就買了 好啦500對不對 好500買了好不好 好 很難的話我他媽的經理我要賣 老闆 老闆你拿有沒有錢 先拿出來500 我要先去拿錢包 就拿錢包 我們在這邊等他 我拿出我的小恐龍錢包 小恐龍錢包 剛好就有一張500 500就壓在這 好 講出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各位觀眾 如果大家聽到那個梗 不值500塊錢的話 你們幫我在這個鏡頭前面譴責他 值不值得這是在個人 值不值得該個人 因為我是賣給你一個概念 你如果延伸得好 它是5億的價值 什麼 我就講 好 今天喔 我們你就講個故事喔 就是說 有一群人喔 我們前面 放了很多沙拉油 那一般人走過去就會發生意外 他就會滑倒 對不對 但是我們只要派一個台灣女生走過去 都沒有問題 因為台女不意外 台女 不意外 他們不會發生意外 台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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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姆 台磊 台女 台姆 台� pouvez 台湊 台姆 台湊 看到什麼女人迷之類的雜誌網站 然後在那邊講說 瓜子他媽 我是要扭轉台語這個概念 因為以前大家都說台客是不好的詞嘛 貶義 但我們現在講到台客劇場 都覺得優散 對不對 所以台語不意外 就是說 台灣的女生不會發生意外的 我們都是很穩定的 沒錯 台灣的女生呢 你在什麼 70年代到90年代之間 是誰扛起來 就是台灣女性 但是台南怎麼樣呢 來 大家來講 台南很甜 很甜 對 台南那邊吃糖配水果 對 吃糖配水果 然後你再看台南 還有台南 台南會意外 什麼東西 所以你要接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知道現在就亂在你這裡了 我想要講 五百塊給我 你五百塊買了一個梗 然後你用出來剩五塊錢的價值 你轉賣給別人 你轉賣給別人 我本來只想說大家看看 意不意外 知不驚喜 然後台南 看不懂 不懂 還是賣給他 還是賣給他 不意外 知不驚喜是什麼 知不驚喜啊 好爛 我跟你講 這個可以直接剪 生活費便 因為我們 因為會達到今天晚上的 直播 拜拜 同手無機 記得要剪頭中華 頭中華 好想 好不好講菜哥的梗 來現在大家聽我講一下 聽我講一下菜哥梗 他說你有一天有一個台灣的這個女孩子 有一個台灣的女孩子 然後 他就是在過馬路的時候 那地上有一攤沙拉油 很滑 但他走過去腳踩到那沙拉油上的時候 居然沒有滑倒 沒有發生任何意外 沒有受傷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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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台女不意外 我來看你 你要看我幹嘛啦 看你那個500塊的梗有沒有用好 我來看SOHO服務 剛剛 老闆你好像有講我那個梗有用好嗎 大家是覺得不到500塊 大家覺得不夠 我這邊重講一次喔 等一下你靠著你要讀著 重講一次喔 這個是 我們賣出來是有SOHO服務的 有SOHO服務是不是 對 是怎樣講的 今天很多了 今天我們前面我們先鋪一大攤的這個沙拉油 把他全部鋪下去喔 鋪鋪鋪鋪鋪 照理說一般的人喔 全部過去一定會發生意外 一定都會滑倒 包括你 你這種很常落賽的人一定會滑倒 但是呢 比如說馬西拉 那個彩琳拉 他們走過去呢 完全沒事 我就傻眼 為什麼完全不 完全都沒事 對呀照理講要跌倒對不對 要跌倒的 一定要發生意外的 但是他們兩個就說 台女不意外 這是音樂 好強喔